这是有马最强悍的两只三我超量怪兽 面对齐聚一堂的霍普大军 三我枪手化身三我双鹰 以雷霆之势埋葬掉原始霍普雷 以及霍普雷V 有马见状乘胜追击 打出魔法卡 三我留置明镜王斩 效果让三我无所龙获得战斗过的怪兽攻击力 并且不会被战斗所破坏 给予对方同破坏怪兽攻击力的伤害 简单来说就是三我无所龙 可以获得彼岸霍普的攻击力与名字 因为是同名卡 接着还没完 三我五是要化身成为霍普雷圣光 进行第二次攻击 星光体勉强战起 紧急印了张盖牌 效果非常的简单 根据场上超量怪兽的攻击力 恢复自己同数值的生命值 至此 有马成功搞定了四只马甲霍普 星光体的生命值也大幅度下降 现在只要搞定普通霍普即可 然而 星光体毕竟是能单刷上千主上的存在 发动的魔法卡又岂会简单 二重效果 化作普通霍普的超量素材 此时 站起身的星光体感慨自己大意识金舟 他在有马看见五只霍普时就应该反应过来 那句比想象中还要帅气的话 并不是模仿时代 而是有马在赛前就预料到了 他有可能会一口气对上五只霍普的局面 这时取得了优势的有马 试图嘴炮动摇星光体的意志 不过星光体也是个活了上万年的幽灵 岂会被三言两语说懂 既然如此 化不投机就该打牌 继续后场三连结束回合 轮到面对敌人唯唯诺诺 面对自己人就重拳出击的星光体 命令希望黄霍普攻击 恢复成原状的三我枪手 这一刻 有马启动陷阱减半不破 保护自家怪兽不被破坏 使即将到来的伤害减半 这时 对有马卡组了若执掌的星光体 发动反制陷阱减半爆破 无效对方怪兽不被破坏效果 将三我枪手斩于剑下 即便七步之外枪块 七步之内枪更快更准 但都没有排到那能力能说出的阻碍 只见 这哥俩就像卡组里没怪兽一样 两回合抽了十来张卡 结果全都是盖牌 难道说小表的中坑套路就这么吃香吗 轮到有马 又是一张魔法卡 三我之复仇 装备给目的中的三我枪手 令其复活重归排场 好家伙 有马这是要凭两只三我怪兽 凿川拥有全部序列卡的星光体吗 此刻 三我枪手仿佛喝了 被有马命令着要进攻霍普 小伙伴们见证 全都不敢相信 你的攻击力比人家低一千点不知道吗 要是攻击成功的话 可就是自取灭亡了 此刻 星光体的脑细胞飞速运转 突然他注意到 有马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和他用二指缠夹着 随时准备发动的手牌 于场上不明所以的两张盖牌 于是 星光体选择仅身一把 去除霍普的素材 用月神护盾无效三我枪手的攻击 好家伙 这是致敬社长当年 盖了张荣和夏小表的操纵吗 陷阱卡月神缓冲气 效果当怪兽攻击被无效时 无效效果并下降对方800点攻击力 被有马摸透的星光体满脸疑惑 他总共也没打过几场排局 为什么有马能摸透他的战术 难道说 自己真的是刹吗 至此 五大霍普被有马用一个半回合成功了头 但还没等他开始高兴 星光体这个大赖 敬应了张将杰魔法希望之落 以被破坏的霍普作为素材 将杰召唤阶级比他低的怪兽 将杰召唤阳的攻击力